她怀里抱着一个沾满血水的玩偶 眼睛却死自拎着不远处的小模 突然女孩众生一跃 带着滔天怨恨与不甘 涌落深海 当天卷毛一下 在寺庙参加积淀仪式 因为这是她捐赠十一越南顿所修建的 寺庙神婆为表感谢 还专门回赠给她一尊才人一叶雕像 仪式现场奇鬼无比 扶着 智荣跳大神无所不有 可小美却对此并不感冒 甚至还想拿个纸玩耍 这时姐姐大美也赶了过来 舅舅看到她那极不情愿的样子 最后开始劝说 原来她并非卷毛的亲生女儿 和卷毛的关系 已一直处于零点状态 对于今天这种场合 大美只好听从舅舅强言欢笑应对 但对这个同母一父的妹妹却很喜欢 甚至还拉着她到外面玩耍 只是天真的妹妹竟拿出一只癞蛤蟆 吓得大美跑到卫生间连连作呕 这时河边传来狗狗叫声 小美好奇地寻生来到河边查看 只见一个脏兮的诡异玩偶 就飘了过来 此时寺庙里的所有人 正沉浸在扑洒心中之前的兴奋气负中 可小美却悄悄爬上了渔船 就在她即将触摸到玩偶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鬼手一把拖进了水 最终多次呼救无果后 直接被神秘力量拉走 消失在了睡眠 这时寺庙仪式也进行到了最后一项 美妈因没有见到小美身影 焦急的四处张望 这时狗狗叫声再次传来 等她跑到河边 只看到一只小鞋漂浮水面 卷毛立马潜入水准寻找 也值得徒劳贵 美妈认为是大美没有照顾好小美 将其一堆值得怒骂 一个星期后 美妈在神婆的帮助下 按照当地习俗 为小美准备了丧葬仪式 由于尸体尚未找到 所以只能用一些绿色果实和质干代替 可卷毛并不相信女儿已死 还希望胡子说继续派人寻找 对方没有说什么 而是将卷毛供奉的那种 财人一夜雕小 换成了水仙花盆栽 还神秘兮兮的说 只要每天喂一个鸡蛋 就会实现你所有异想天开的愿望 而这一枚鸡蛋 必须是刚孵化出来 还没出壳的那种 卷毛心动了 当晚就放了鸡蛋续了院 果真小美尸体 就被一个路人发现了 报警后尸体被送到停尸房 经法医检验确认 这具尸体一死好多眼 便通知家属前来认领 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当小美舅舅接到电话 赶到停尸房时 她竟然复活了 嘴里冒出一些无水淫泥后 就自行坐了起来 舅舅看到小美冲过心声 邪及而起 急忙将其送回家中 看到受负责的女儿 美妈和卷毛欣喜万分 谁也没有多想 其中缘由 卷毛以为是 盆森的神效拿起鸡蛋查看 没想到她早已变成了空壳 看到这一邪魔的一幕后 她赶紧打电话 联系胡子说 而对方却好像 未不先知一样 上来就恭贺她 重拾爱女 然后就叮嘱她 一定要每天给盆森喂鸡蛋 千万不能忘记 也不能漏掉 否则会倒大美 卷毛担心事有变故 每天都会照做 可复活的小美 却变得极其诡异 大美跟她说话 她却不理不睬 同时手臂上爆出无数清静 脖子上还冒出驴里白眼 随后一个妻鬼符号 就呈现眼前 这天晚上 卷毛发现女儿大腿内侧 不断有血流出 便喊了妻子清洗 看到她躺进浴缸后 竟然开始浑身抽搐 双臂屏宫出现五指抓痕 下面小美就屈速在墙角 不停地横肠 甚人各摇 美妈意识到孩子被洗碎附身 连夜找到寺庙神婆求助 只见神婆取下自己头上的银赞 扎破舌交后 用血水写下符咒 再将其烧毁 做成符水 比小美强行喝下 看到洗碎现实 神婆直接喷口水 咒骂恶鬼 慢慢的恶鬼摆下阵来 女豪晕倒 苍白脸色也逐渐恢复正常 然而神婆却以脸遗憾的表示 这次驱魔并没有成功 因为他根本不是被冤魂附身 而是被活人夺魂 也就是被昏迷的亲人魂魄附身 只有找到夺魂的人 方可破解 卷毛心想身边又没有昏迷不醒的亲人 那会是什么呢 于是他想起来那盆绿植 便再次给胡子叔打电话 询问解救办法 对方告诉他 绿植帮你实现了愿望 现在他需要你回赠一丝血迹 卷毛听后直接选择了杀鸡陷阱 没想到真正的灭顶之灾就此开始 大美在发现了小美的遗伤后 第一时间找到舅舅说出疑惑 此时舅舅也说出了 发现小美时的可疑过程 本来是一具尸体 别人认识却七七般的活了过来 在知晓了这一事情后 大美找到了当时的法医了解情况 从对方口中得知 在小美落水当天 警方还发现了另外两具女士 她们的脖子上都有一个 和小美脖子上相同的伤疤烙印 经调查其中一具是无名女士 另一具尸体的家属 只有一位疯癫老母亲 陷入一个鸟不拉屎的小道上 为了查明小美死因 大美沉船来到了偏僻小道 刚上岸 一个披头三发的疯女人 就突然出现在身后 上来就不停地抚摸 还将大美搂在了怀里 原来她太久没有见过女儿 恍惚之中 误把大美当成了自己女儿 可下一秒 女人就发疯般大声质问 到底把她女儿带去哪里了 大美一下子一动也不敢动 直到说明来一吼 疯女人才慢慢恢复理智 说当时做肉体交易的女孩阿飘 从特殊场所回到这里后 就生下了一个可爱女儿 过起了幸福生活 但疯女人的女儿 从特殊场所跑回来之后 却变得沉默挂眼 直到看到阿飘脖子上的印记后 才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两名壮汉发现后 就想把两人再撸回去 可疯女人的女儿 却在打斗中不幸身亡 阿飘被打晕 小女儿被强行带回了特殊场所 疯女人回来看到死去的女儿后 被把所有的怒火 全部发塞到了阿飘身上 认为是她害死了女儿 还大声阻误她去死 阿飘无奈 怀着深深怨气 挑战自己 化作厉鬼 报复恐吓疯女人 得知两句女时的真相后 大美却在返回的路上 被阿飘女鬼附身 回家后 更是神色诡异地拉着小美 只从卷毛房间 从保险柜里 取出一张成分已久的光盘 还将上面的一条红布 绑在了小美头上 美妈闻声赶来 刚开口叫出小美名字 就被附身在大美身上的阿飘女鬼 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 卷毛为保护妻子 被附身的大美 用锤子扎伤了手掌 然后用力将其推倒在地 女鬼被激怒 再次起身进攻 美妈顺手一推 鬼魂顺势附在了她身上 看到大美瘫倒在地 附在小美身上的魂魄 不停地喊妈妈 卷毛转头看向桌上的光盘 和小美头上的红布 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是阿飘女儿的魂魄 附在了小美身上 这时女鬼献出真身 缓缓走到卷毛面前 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说的第一次 现在我要杀光 所有你在乎的人 让你体验一次老娘当年的痛 说完美妈就开始浑身抽搐 口头污浊河水 看到妻子死小巧 卷毛刚要忏悔 女鬼转身就附在了小美身上 还说现在轮到你女儿了 就像你带走我女儿那样 卷毛听后直接一巴掌将其打运 然后来到特殊场所 找到阿飘女儿 请神婆帮助驱魔 由对方被注入大量要紧 现在正处于昏迷状态 卷毛将两人绑在一起后 神婆就开始了做法 她先将符咒 推到小美脸上 封印阿飘魂魄 再将符水喷到脸上 用火攻驱赶阿飘女儿的魂魄 虽然小美的神色渐渐复远 但却没有一点醒来的痕迹 一旁的壮汉出于好奇 拽下了小美身上的封印符咒 没想到阿飘女鬼 瞬间就浮到了她身上 另一边的大美醒来后 在光盘上发现了和小美 进步烙印完全相同的图案 知道妹妹已经被带到了特殊场所 便第一时间通知 当FBI的舅舅救人 但她看到光盘内容后 更是打的眼睛 因为里面正是肌肤卷毛 手势红固 对阿飘时报的全过程 而胡子叔便是其中的帮凶 两人同流合污 拐卖妇女小孩 做肉体交易获利 那个烙印就是这个特殊场所的标记 后来大美还从保险柜里 找到了一把钥匙 插入书架上的插孔后 竟然打开了一道暗门 这里便是卷毛时报的第一现场 另一边驱魔结束的神婆 也知晓了阿飘纠缠他们一家的原因 卷毛担心事情败露 只见杀人灭口 当FBI舅舅赶到 他却说这一切都是阿飘所为 同时还假惺惺的说 要把阿飘女儿一起带回家 因为自从看到那个红布后 他就知道阿飘的女儿就是他女儿 此时特殊场所 所有的人也被一窝断 负在壮汉身上的阿飘 也转手负在了胡子叔身上 卷毛回家后 小美还是没有醒来 大美说 小美其实早已在掉水后 溺水身亡 之前的死恶附生 是阿飘女儿的灵体 负在了小美身上 如今神婆已经将她屈处 现在的小美就是一举死尸 卷毛听后赶紧抱起阿飘女儿 试图让她的灵魂 再次回归小美体内 这时女孩慢慢苏醒 大美看到她不停挣扎 上前饮酒 却被卷毛用力甩开 刚好将那盆绿植 撞得在地 然后又快速拿起财人一叶雕像 砸进了对方后脑烧 在她查看阿飘女儿的情况时 却再次被卷毛打到在地 关键时刻 大美摸到了一把榔头 直接插进了卷毛的惊动脉 最终阿飘女儿获救 而她却带着终身罪孽 坠入地狱服刑 这时阿飘女鬼 也在杀死胡子叔后 再次扶到了小美身上 继续她的复仇之路 再次扶着 再次扶着 再次扶着